乌尔战争持续至今 乌军现在面临装备欠缺 人数不足 临阵脱逃的人数好上 持续增加了 要请教主播伟佳琪 好 我们持续待影来看到 乌尔战争打到现在 已经超过900天的时间了 但是不止国际 对他们的聚焦越来越低 就连在第一线的士兵 似乎也打得心力交瘁 我们要先待您看到 在乌冬战线上的 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 是乌冬的战局中心 但现在却传出了 叫乌克兰的士兵们 他们发现了 现在不止在第一线 装备是严重不足之外 甚至就连兵员也是不足的 再给他上俄军步步逼近 而且这个俄军是拿出了 这样子很重大的武器 来对付他们 也因此很多的士兵 感到了疲惫 甚至是士气低落 所以目前的状况 是相当的严峻的 有乌克兰的军官 就直接透露了 他说其实现在 尽管招募了很多新兵 但是很多都临阵脱逃 甚至是不服从命令 成为乌军普遍的问题 因为很多新兵里面 很多人都看不到未来 也因此他们就很担心 不如就直接脱逃了 那么现在CNN也报道了 乌克兰的检方 也采取了动作 根据乌克兰的国会数据显示 到4月为止 已经对将近2万名 善离职守的士兵 要来提出刑事诉讼了 但是对于第一线的兵而言 他们觉得现在的疲惫感 才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原因 好 确实是这样 乌克兰部队现在在乌东地区 是陷入苦战之中 而且传出有新兵 不服从命令 另外还有说法是 乌克兰打算再把囚犯送上战场 乌军无人机一大清造 就发现一辆俄军坦克在草原上出没 锁定目标后 无人机立即俯冲撞击 但一次还不够 乌军再出动第二架无人机 确保彻底摧毁敌军坦克 乌克兰无人机10号凌晨 再度大举入侵俄国本土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超过140架 包括12架出没在首都莫斯科上空的无人机 流民宅惨遭命中冒出熊熊烈火 这波攻击还导致俄罗斯三座机场紧急停止 半机起降 CNN近期采访6名乌克兰军官 他们坦诚东部战况陷入胶着 新招募进来的士兵开始出现军心涣散 甚至不服从命令 军队只好再度把犯人送到战场 眼前这位41岁前罪犯 曾因为窃盗和暴力攻击事件入狱10年 如今他攻击对象是普京的军队 这支前罪犯部队隶属于乌克兰第59旅 他们说在前线的营区虽然简陋 但比牢房好很多 而且他们心中只有两个目标 灭敌汉存活下来 这次到前线打仗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活着回家 只是沙场上的生与死谁都说不定 尤其在近期交火热点 波克罗夫斯克 厄乌双方都有大量死伤 就连美国提供的MAX PRO装甲车 都遭二军无人机攻击 夺走两名无兵性命 还有四人严重受伤 让本来兵力就不足的乌军战力越来越弱 虽然乌军在东部前线战下风 但反观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却频频传捷爆 除了在布洋斯克州出动无人机猛攻之外 更是发射急速弹轰炸库斯克 吓得二兵赶紧开车倒退炉 美国CIA局长伯恩斯表示 乌克兰的入侵行动的确让俄罗斯精英陷入焦虑 另外西方情报显示伊朗首次向俄罗斯提供 又与乌克兰战场上的短程弹道飞弹 假如属失 这将构成德黑兰支持莫斯科侵犯乌国的军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前往沙乌地阿拉伯和王储会晤 并出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议 讨论如何解决区域紧张局势 拉拢中东支持的意味十分浓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是乌克兰近期展出了这个燃烧弹无人机 期盼更有效的来摧毁俄罗斯的军事设施 这真的会带来战局上头的变数吗 持续请教佳琪 好我们待会看到在乌俄战场上 现在无人机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攻击武器了 尤其是现在对乌克兰而言 兵力不足无人机就更为重要了 只不过他们现在似乎已经把它锁定在这 燃烧无人机 它叫做龙的上面 为什么叫龙呢 因为它边飞行边喷洒高温液态金属 那么一边喷就像龙的形状一样 它喷下来的液态金属 瞬间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 2500到3500度 甚至可以直接融穿坦克装甲 而且它甚至还能在水面上燃烧 不易被扑灭 威力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 那么乌克兰当然是希望透过这个龙的无人机 来改变战局 扩大对俄军的打击 甚至能够有效地摧毁俄罗斯的军事设施 只不过真的能够改变战局吗 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吓作用 但是铝热剂的存量是有限的 而且燃烧弹有些疑虑 它不能对平民使用 人口密集的军事设施跟森林区也不能用 国际上的原则上是不鼓励使用 国际战争法使用上也有限制 所以他们会有违法的疑虑 只不过真的就没有人用了吗 根据联合国反武装部门的调查 其实包括了乌克兰跟俄罗斯 都曾经使用过 所以你说不难用吗 其实还是已经有人偷跑了 而俄罗斯的异议人是卡拉姆扎 他呼吁西方国家 别让普辛以保住颜面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那么相关的内容如何 持续交给大家请 很多人都说乌克兰为什么要进攻库斯克 就是希望可以帮自己谈判的时候多一点筹码 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这场乌俄战争可以赶快停止 只不过停止的方式到底要用什么呢 现在俄罗斯的异议人士他就有话讲了 他是谁 他是卡拉姆扎 他说千万不要让俄罗斯总统普辛 用任何保住颜面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这是终结普辛25年来统治的和平唯一解放 那他说西方国家过去是基于一个现实政治 不得不跟俄罗斯来打交道 尤其是跟普辛政权 结果没想到把普辛养成了像现在这样的怪物 可是大家都会想说 到底这卡拉姆扎他是谁呢 其实他是普辛的主要反对者之一 他也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但是也因为他谴责被控叛国等罪名 当时他是被判了25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在今年8月的换球行动当中 他是获释的那一个人 那么他现在在法国巴黎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直接讲了赞成在俄罗斯亲民主运动 而且他甚至是说他很希望 可以跟乌克兰建立桥梁 他自己也很想要去看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持续更新红军村战役的最新消息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向国防部求证 确认已经全面解放战略重镇诺和罗迪夫卡 不过吊诡的是 美国之国战争研究所早在一个星期前的9月2日 就指出俄军占领了这座城镇 但是俄罗斯军方直到9月8日才正式对外宣布 自然成为国际讨论的话题 有些军事部落客就说 其实不需要大金小怪 中间会有些时间上的落差 在于军事行动当中 进攻方取得某个地点的控制权之前 一定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城镇攻防 直到进攻方确认在占领区内站稳脚跟后 就要执行全面控制的任务 等到守军主力撤出战场后 接下来就是战场打扫的阶段 同时扫荡占领区内的敌军残部 这也是标准的战斗作业流程 既然俄国官方证实了这个消息 接下来战争研究所分析 俄军继续向西侧推进的几率很大 到时候利西夫卡到达城斯克一线 就会进入接战状态 不过根据目前的最新情资显示 俄军虽然有动作 但是并不积极 反倒是乌军在前线的调动更加频繁 乌克兰侦察部队指挥官亚罗斯拉夫斯基坦诚 他的部队和其他防守在一线的有军单位 都对红军村的战士感到担心 除了俄军攻势非常凶悍之外 薄弱的兵力和有限的弹药 让他们缺乏足够与俄军抗衡的力量 虽然有消息称 乌克兰军方除了调派部队过来协防之外 也正在紧急动员当地的8000名矿工 加入防御作战 希望能为各单位释放部分战斗压力 在谢里都和方面 俄军持续保持包围状态 不过重点战线并不在这座城镇 而是在哈利兹尼夫卡到内维尔斯克这一线 战争研究所表示 有证据显示 俄军在热兰尼一村附近 困住了一只为数不详的乌克兰商兵 据称至少超过200人 芬兰情报分析机构黑鸟集团表示 从俄军在此地的动向分析 中央战术集群应该会集中精力 向南面推进 这是乌军为了发动库斯克骑袭战 在这条战线抽走太多作战单位 给了俄军趁虚而入的机会 一举打穿北部的内塔洛沃 以及东面的内威尔斯克防线 而且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 乌军几乎是全面崩溃 连带影响到南边的克拉斯诺哥罗夫卡 也让俄军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现在落入包围圈的多支乌军部队 正在设法撤到沃夫加河西面 避免遭到俄军团灭 这些人会有很大的缩骨 非常大缩骨 在生命中和技术上的工程中 现在我现在不过去设计 那些人会有这些人 我认为他们的缩骨 因为他们的缩骨 因为他们的缩骨 直接从几个人的缩骨 这些缩骨 一旦是一旦的缩骨 在一旦的缩骨上 在最重要的地方 而缩骨 缩骨的缩骨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在伦敦出席金融时报的一场座谈会上 批评普京在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 表现出越来越狂妄自大的态度 对于这场打了超过两年半的战争 美英两国情报首长除了联媒出席座谈会之外 也联名投书表达力挺乌克兰的立场 同时强调会深化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不过乌克兰军事专家日罗霍夫却担心 在面对俄罗斯的强烈攻势下 乌军正面临空前沉重的压力 这以红军村的情势演变来评估 乌军必须坚守红军村至少两个月才有机会扭转局势 因为这两个月不但攸关红军村的前途 也会是决定整个断内刺客州未来归属的问题 尽管乌军在红军村占有地理之变 同时具备强固的防御阵地 可是单凭这些有限的条件 仍然和预期目标有着不小的落差 毕竟俄乌在红军村的军事较量 都将对整体战局带来影响深远的决定 如果乌军能够保住红军村 就能提振部队士气 进而为日后创造出新的反攻契机 万一守不住 乌克兰在顿巴斯的防线 很可能会彻底崩溃 对俄乌双方来说 这场战役将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所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前 俄罗斯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的飞弹攻击 尤其是有针对性的攻击乌西地区的 一所军事通讯学校 造成至少55人罹难 超过300人轻重伤的惨剧 年轻的士兵名利枪为牺牲的同袍战友送别 祈愿他们一路好走 在这场充满哀奇气氛的葬礼上 不时可见遇难者家属俯观悲怆的场景 这起空袭为乌克兰带来的 不只是宝贵生命的消逝 也重创了乌军补充心血的兵力安排 总统泽伦斯基言辞批评了俄军的罪行 同时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出席国际支持基辅大会 会期间泽伦斯基也拜会了德国总理肖茲 两人还举行了一场病门会议 虽然双方并没有透露会谈内容 但是消息人士指出 双方针对目前的战场情势和军援项目交换了意见 并且希望盟国能够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提升乌克兰空防能力 进一步阻止俄罗斯采取的恐怖攻击 消息则表示 德国并没有动摇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而且援助给乌克兰的IRIST中程防空系统 在防卫乌克兰领空的表现上得到印证 至今为止已经击落超过250个来袭的目标 命中率超过9成5 显示出这套系统有能力应对各类空中威胁 德国也承诺在年底前 还会移交两套系统给乌克兰 继续捍卫乌克兰的领空 除了军事援助之外 消息也证实希望透过外交努力 加快恢复乌克兰和平的脚步 这项讯息也和普钦在上个星期 跑出愿意和乌克兰和谈的想法非常类似 然而这并不代表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出现大幅度转变 原因在于普钦的和谈条件是 乌克兰必须同意并遵守在土耳其 伊斯兰堡草签过 但并未实际执行的一项协议的基础上 双方才有和谈的可能 不过乌克兰会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国际间也莫衷一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战场优势确实不在乌克兰这边 不过前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列兹涅夫认为 其实乌军还是有机会扭转劣势 从第十四机械化旅公布的战斗影片中 就可以看出端倪 他认为俄军在急于向红军村推荐的同时 忽略了侧翼保护 这就是俄军推进时的弱点 乌军可以利用这一点 拦腰截断俄军 并且消灭仙陀部队 当俄军回过神来 要加强侧翼防御的时候 又会拖慢他们的推进速度 这样一来 俄军就必须在要求进攻速度 和保护有声战力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选择哪一个 俄军必然会失去另一项优势 只要乌军能够坚守住各个重要阵地 俄军将会被迫暂停行动 为乌军提供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 尽管这项分析 指代表谢列兹涅夫的个人意见 不过也有西方专家认为 从俄军近日在红军村前沿战斗力度 逐渐趋缓的情况来看 一是代表俄军夏季攻势 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主力部队进入轮调的休整期 再来就有可能是俄军正在 衔接新一波的作战计划 但是目标会是哪里 乌军有必要尽快收集情报 为下一次接战提前做好准备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好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目前俄乌的最新战况 现在俄罗斯的防长 已经在庆祝俄罗斯 解放盾内刺客的新的两个城市 那就在红军城的旁边 我们来看一下盾内刺客 往红军城这边推进 从放大图来看 距离红军城非常非常接近的 两个城市 新格罗多夫卡跟美姆里克 这两个城市已经是 给俄罗斯给占领了 他们讲说俄罗斯已经打开 通往红军城的通道 换句话说 他们控制了红军城旁边 这两个重要的城市之后 已经可以直驱了 直驱直通红军城了 他现在目前前线发生了 147次跟红军城周边的 这样子的军队的一个交战 他们现在的几路策略 就是挺进红军城 还包含了就是南面 就是从马力波上来的这一路 画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叫乌格列达尔 这边其实有来自乌军的补给 他们现在目前也已经切断了 这边乌军大型守备的补给线 所以南面他们也切断了 然后东面这边已经非常靠近 红军城了 再来北面 他们也持续的用空袭的方式 根据他们的报道来说 他们用导弹来袭击 哈尔科夫这边的指挥所 哈尔科夫在这个位置 哈尔科夫这边 现在一些乌克兰 北约的一些专家 在这边他们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指挥所 已经遭到袭击 现在目前传出 乌克兰的防空旅长 已经被击毙的消息 这是他们挺进红军城 又有一番的前进跟斩获 那在另一方面 我们看这个库斯克 库斯克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因为是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 那乌克兰攻进了这个库斯克 但是呢现在 俄罗斯等于是包夹了库斯克 在进行大反攻 单日消灭了500乌军 而且他们现在用这个地雷阵 70枚连环爆 要赶紧的把这个俄罗斯的领土 给拿了回来 因为他们其实就等于说 让乌克兰用一个分散的战术 现在乌克兰在库斯克这边 精锐的部队 也被这个俄罗斯 快速的消耗当中 每天他们都有这种最新的 几千人几千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最新战爆 所以看起来迎面 好像并不在乌克兰这边 乌克兰现在有一点 好像位居下风 那美国的媒体就在讲说 这个乌军在库斯克的失败 可能会变成 泽伦斯基的第三个打击 为什么说是第三个呢 去年其实有两波 包含了冬季的反攻 以及这个上半年的反攻 加上这一次算是第三次的 乌克兰的反攻 如果库斯克 又被俄罗斯给拿回去的话 可能对于乌克兰来说 就是你三次的反攻 都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他好像 就是也是你乌克兰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在赚的是 军工复合体发大财 那我们看到连小甘乃迪都在讲 他认为中国不想 跟我们发生冲突 俄罗斯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就指美国 正在这个尽可能的 让这两个国家卷入冲突 那是不是为着 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发财呢 有这个根据日内瓦 反极苏弹联盟发布的 2024的报告显示 拜登在2023年7月 到2024年的4月之间 批准向乌克兰运送了 5批的急速弹药 那军工复合体呢 也有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文件 显示出来 有35个州获得了 417亿美元的合约 包含了像是雷神 这个通用动力 这些这种军工复合体 他们都从国防部那边 拿到了很多的 这些生产武器的新合约 那泽伦斯基现在还打算 要来跟拜登再争取新的援助 因为军事的预算缺口非常大 而且前线人员的装备很少 所以逆风作战的情况之下 他希望能够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向拜登来申请再一波的军援 他说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因为如果一旦没选的话 搞不好可能他就没有机会 再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 那另外我们看看 这个俄乌的军备战 现在也扩散到中东 那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 再提供新一波的 这个空对地的导弹 那连这个白俄现在边界 都有一些这个兵力在部署 所以CIA的局长伯恩斯就警告说 这有可能会有爆发核战的风险 因为呢 其实俄罗斯现在用一些这个无人机 已经跑到其他北约 这个邻国的一些领空了 所以这些邻国都现在在警戒当中 很怕这个战事一旦扩散会很严重 那欧盟跟美国现在反过来在警告说 他们发现到 这个伊朗有在提供俄罗斯一些导弹飞弹 所以他们就警告这件事情 那伊朗是予以否认 他们就说我们强烈驳斥有关伊朗 向战争一方输出武器的相关做法 所以美国是不是一直在把其他的国家 不断的牵扯进来 不只是俄罗斯 中国大陆 连伊朗同样也是如此 那至于隔壁的埃及 他虽然常常去帮忙要劝和俄乌战争 但是他现在自己的军备也正在提升当中 他现在目前要用殲-10C跟FC-31 来取代掉逐渐老旧的F-16战队 前一阵子中国大陆也去到了埃及来举行航展 所以看起来伊朗也要有新一波的军购 但是不是跟美国买了 现在要转向跟中国大陆来购买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 美国本来就靠全世界有战争 才能发展它的这个国难财务 这个军火公司就唯恐天下太平 那现在正好中东有火头 这个俄乌有火头 菲律宾这边眼看着又要起火头 所以你凡是每一个火头旁边的周边国家 哪个不想买军火了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好 台湾老不信 你家你平时不会去买防火灾险 买那个什么消防弹的 或者是那个消防的喷雾器 等你隔壁家烧一家 你就什么都买了 一样道理 这个战火泛滥的结果就军武就得 美国是刻意养这个军火公司 这是很赚钱的事情 所以它400多亿的订单 不一定是给人车司机 它这个里面很可能是给以色列的很多 对不对 台湾货还 台湾买的东西还在那里排队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 对国家的领导人物影响太大 它的智库 它的国会议员 它的游说团体 这些东西再加上犹太人 这个金主 他们是结合在一块 所以从艾森豪当总统的时候 都想把这个干掉都干不掉 凡是违反这个美国所谓的 这个金融集团 跟这个军火公司的总统 不是被枪击 就是给搞下台 所以这个国家的特质 我们看是这样 第二个 俄罗斯 如果说红军村南边 俄罗斯准备了十万人的部队的话 那这个战略构想就不一样了 不是光打红军村而已 那就是大乌东为他的战略目标 他往北边往上去打这个 波塔瓦 北边的这个库尔科斯的战场 打南下打哈尔科夫 那这个沃瓦河以东的地方 全部变成俄罗斯 所以普丁也讲过 我占领的土地我绝不退让 而且都要纳入俄国的统治 乌克兰的问题 这个什么 那个克里米亚的问题 根本不跟你谈 这就是俄国的谈 他已经把这个战略构想的企图 讲得很清楚了 这四个州他不会放的 那四个州他要变成款冲军 他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你乌克兰不能加入美约 这两个条件都是乌克兰跟美国 跟欧洲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个眼前的事实是造成的 这个东西就打到什么时候呢 打到乌克兰撑不下去的时候 才有和谈 停火协议 这是停火协议里面 顶多有点讨价还价的 就是说我这四个州 让他变成独立国 中立国 这是大概俄国可能会让步的 因为很简单 一打仗俄国人 这个地区少数俄国人就跑了 剩下都是乌克兰 做公民投票 每个人都愿意归属俄国 或者自己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我不能确定 就是红军车后面有没有十万人 如果部队少的话 就没有什么战略构想 如果说调兵潜将在红军村集结重兵的话 那未来这三个月里面 绝对有一个重大的战争 因为他一定要趁在冰封期之前 突破这个红军村向北席卷 那这个时候 伊玛平川 中间只剩下一个波塔瓦 跟这个哈尔科夫两个城镇 这两个点拔掉 乌冬已经无险可守 那乌冬又是乌克兰工业区的一个基地 乌西是农业国家 所以俄罗斯花了这么多钱 花死了这么多人 他当然是拿你的精华区 对 所以我想 当然我推测的这个战略构想要看 红军村下面俄罗斯准备多少人 如果只有一两万人两三万人 那也只是象征性的打下红军村 或者就这么僵持下去 那如果有十万人以上的部队 那战略的企图跟战略的共享 跟而后的行动就完全不一样 好 来请教黄老师 那个俄罗斯他现在的军事部署 其实我们看到他 我觉得他会在今年 11月 12月之前 就像孙奖群讲会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场攻击 除了冰封旗之外 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讲稍微直白一点 就是大家可能 也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都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差不多结束之后 赶快看谁能占到多少地 或谁能抢回多少地 因为再来很可能就现状点交了 到底占怎么样就 不管是长期的停火 甚至就是停战协议 甚至是合约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急迫性 确实是存在的 而且俄罗斯大概早就算到这一点了 所以至少从今年的4月左右开始 其实你就看到有些外电的报道 说俄罗斯他把更多的太平洋舰队 还有在包括部署在东岸 海森威亚这一块的这些 包括空军的防空军部队 都送到了乌克兰战场去 当然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我们节目的前面一节讲到说 俄罗斯让中共的解放军 使用了一些空军的基地等等的 会不会是反正俄罗斯的东边 稍微空了一点点 他的防力空了一点点 美国虽然说应该不会没有事 就去攻击俄罗斯 但是有备无患 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就借你解放军用一下 而且反正我们两个有时候还要一起飞 舰队还要一起走 所以我觉得或许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 那当然欧洲怎么看 欧洲就觉得说 包括北约为主 他的现在快要下台秘书长就说 我觉得根本就是北京在纵容莫斯科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俄国跟中国大陆走得越近 但是欧洲人越有理由说 他们两边是一丘之合 好 请教岳老师 这个在军事与外交专家之后的话 我针对于伦理道德的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我觉得俄乌之间的冲突 大家现在都看得很明白 完全是美国这一手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而且我一开始的话 总是相信就说是 北约东扩的问题 导致俄罗斯必须要出兵 大家现在强调的事实上的话 从一开始就是乌克兰能够打到现在 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上的话 其实讲起来很不容易的 但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慢慢就看得出来 到了11月份的时候 美国大选选完以后 然后乌克兰还能够受到多大的支持 受到新的美国总统的支持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里面所提到了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借着打仗的事情 套我们帅将军讲的话 唯恐天下和平 唯恐天下太平 然后跟我平常所学的这个观念 是刚好相反的 因为我觉得的话 如果说是为了要挣钱 不惜的话牺牲别的国家打仗 然后做出来了非常多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挑衅的过程 因为刚刚的话我们会听到 就是按照今天的分析的结果 如果我赫然之间都发觉 俄罗斯本身跟乌克兰之间的话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抢占地盘的结果 所以我现在才了解说 今年的8月6号 怎么俄罗斯被入侵了 就是说乌克兰打仗库尔斯克去了 我现在一讲的话 大家都要准备和谈的过程当中 就要采用既成的现实 用已经占领的位置来进行和谈 我必须强调对马斯地区 就是卢干斯克跟格尼 卢干斯克这两省 顿尼斯克这两省的话 基本上在俄罗斯 已经经过公民票决 不过实际上发展的过程当中 当时的公民票决 到底是有多少人支持俄罗斯 现在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谜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给他们看最完整的新闻